對!沒錯! 我又從台灣回來日本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雞腿 歡迎回到我的日本留學生活 沒錯!我回來日本了 大家看得出來嗎? 這就是我之前有新住的房子 對!沒錯!我又從台灣回來日本了 大家如果有看過前兩部影片 就知道我前一陣子 我有回台灣一兩個禮拜 拍了我回家 然後Shieldy的那個反應那部 還有一萬訂閱Q&A的影片 拍完之後呢我就回來日本了 因為我還要繼續讀書 所以我又回來了 所以呢大家可以繼續看我在日本留學的影片啊 然後我的日本留學生活還沒結束 還會再拍給大家看 好!那其實我才剛到日本不久 那這次我又不是一個人來了 這次呢我跟我爸媽一起來 等一下我會跟他們去吃那個串炸 就是童天閣很有名的串炸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呢就是一個 不知道不知道今天會是什麼樣的影片 過幾天我就會拍一部我的Room tour 對!我就拍給大家看我這個新房子長怎樣 那我們就出發吧!我們去吃東西 快餓死啦! Let's go! 吃飯啦! 好吵! 好的各位我進來啦! 這邊其實有點吵 不知道大家聽不懂我聲音 旁邊都是人 所以有點吵 然後這家是 觀光客都會來的串炸 這家叫做 Kushikatsu Daruma 很有名的一個串炸 然後我有吃過一次 很好吃 今天呢帶我爸媽來吃一吃 然後他們不露臉 啊啊啊啊啊啊 那我們剛剛已經點完餐了 我們點了兩個套餐 他這邊就有一個什麼外國人的人氣套餐 因為外國人都會來這邊 然後最常點 觀光客一波 我們就有點一樣的 然後他還會有前菜 就是這個 牛筋 這有兩隻超好吃 大家來這邊記得要點牛筋 先來吃一下 牛筋!牛筋來了! 超好吃 吃給大家看 牛筋 好這個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當然像培根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蒟蒻 應該是牛筋啦 應該是牛筋 好吃牛筋給大家看 牛筋 它的滷汁 滷得很厚澈 滷得很朽 然後很濃 其實很像台灣的味道 這是蒟蒻 很多 مت 你要不要吃 km 好多噻 各位 我現在拿 這個好像是肉 這個吃豆腩 它們要沾 這個擺 有一個特別的醬 沒錯 就是他蘸這個醬 他吃起來呢 就可以吃了 好像不是豬肉啊 我這是章魚 可是我沒吃到肉 我只吃到皮 上來吃下一個 喔 那我現在拿這個應該是 熱波 來蘸一下醬 這樣好了 長得有一個比較浮腫的感覺 熱波 就是熱波 然後呢 他這邊很貼心 還有附這個 生鮮菜 他你剛剛全部吃炸 吃太油 吃太膩 他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沾醬 嗯 好醜 好醜 然後呢 下一個呢 這個就是我最期待的 應該是炸雞肉 炸雞肉 大家看到嗎 雞肉 臭不臭 炸死 別了 不知不覺就剩下這一點點 馬上就快被吃光了 就是被我沾過的醬 吃完了 好了 各位 沒錯 我們吃完出來啦 覺得好吃 耶 今天這部影片就這樣結束了 大家有沒有傻眼 那今天這部主要就是跟他講一下 我回來日本了 然後我爸媽也順便來 日本玩一下 好啦 那今天影片 差不多就這樣啦 之後呢 我又會在日本繼續待嘛 那我就會再繼續拍 更多影片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如果有想看什麼樣的影片 記得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之後的影片啦 好啦 那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喜歡記得按讚留言分享 快樂的話也可以去我的IG按讚喔 好啦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請按讚 不可惜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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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